好 台灣歌迷對這件事是看法兩極 然而藍綠白三方陣營 他們也向對岸喊話 說應該尊重表演者 而不是逼迫表態吧 另外五月天十年前創作的陸正許 當時他們把台灣的重大事件 寫在歌詞裡也被翻出來 有人認為他們初心不在 但是也有歌迷堅定支持 五月天十年前寫的陸正許 已經在所有歌迷而裡振奮不已 把台灣的重大事件寫在歌裡 如今我們是中國人言論一出 原本點閱已經4900萬的MV 再度被翻出 把留言重新到舊排序 有人問十年前的阿信去哪了 到這康留言變成大大的諷刺 身為台灣唱台語歌的樂團 怎麼有臉面對台灣歌迷 還有人說五月天這首歌 狠狠打臉自己 甚至還有人要求把MV下架 因為十年前的初心已經結束 也有人強調喜歡的24年 到此結束 不只臉書留言被灌爆 過去的MV也被一一損失 台灣歌迷看法兩極鐵粉強調 五月天過去為台灣的付出 通通看在眼裡 但在演唱會上的這番言論 不免讓其他人感到失望 大馬歌手黃明志也發文 當你陷入得失的焦慮 有人要你背棄理念 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似乎在暗指五月天 大家都希望兩岸能有更多的交流 這些被逼迫表態的行為 對於兩岸善意的累積 其實沒有幫助 我不是用這種逼這個藝人 或演唱團體表態 表忠的這種方式 這個只是會讓人家覺得更厭惡 或者藍綠民眾黨也發出聲明 要對岸應該尊重表演者 不該用政治表忠方式破壞關係 五月天阿信在演唱會的一句話 掀起巨大波瀾 雖然挽回了在大陸的聲譽 卻讓台灣舞迷一眼難盡 TVB新聞最好報導 好 在520過後 中國大陸當局 除了誘逼藝人表態 別忘了還有為期兩天的 為台軍演 大陸東部戰區 更是發布了打獨六字訣 包括了禁違所及毀斷 作為這次軍演的總結 而且還寫下了七言絕句 持續對台灣文攻武嚇 而比較兩年前的軍演範圍 這一次其實更加 接近台灣 大陸東部戰區的微博公眾號 從23號演習開始 不斷釋出軍演的訊息 包括刻意用繁體字製作了一則 一個中國原則不容挑戰的短影音 外加一首五言絕句 連續兩天釋出各種動畫圖 示意圖海報和演習的影片 24號深夜 大陸東部戰區再發一篇微博 寫著經歷過才會成長 熊孩子長大成人後 一定會感謝充滿愛且負責任的父母 教訓意味濃厚 另外針對美國官員 強力敦促大陸方面保持克制 大陸外交部言辭抨擊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 台海局勢緊張的根源 在於民進黨當局企圖以美謀獨 戰鬥警報 針對兩岸的兵凶戰危 日本經濟新聞 陡大的標題寫著 大陸針對台灣的軍演 有升級的可能性 路透社則有專家分析 大陸再次繞台軍演 恐怕會得到反效果 英國金融時報則報導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 印太計畫主任葛萊怡稱 這是大陸採取眾多措施中的第一個 接下來恐怕還會有 其他軍事經濟和外交制裁措施 TVB新聞陳建民 陳向如綜合報導 針對這次共軍的圍台軍演 雖然比2022年裴洛西來台之後的軍演 天數少了兩天 而且沒有發射實彈 但是專家分析 其實這次共軍背後有四大目的 而且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取得 島鏈以西的軍事主導權 向如再幫我們進一步分析 大陸剛剛結束了 為期兩天的為台軍演 來看一下國安的高層人士 怎麼分析 他說呢 這是要對台灣社會 跟國際極限施壓 再來的話呢 是要取得的區域跟國際權勢的主導權 同時的話呢 國安人士呢 他們還認為說 這是大陸例行的戰備警巡 組成了一個圍住台灣 包括了離島 以及巨翅有軍的戰略威嚇 同時這次命名的話呢 是2024立艦A 那這是否意味未來會有2024立艦B 2024立艦C的可能性呢 再來看一下這一位呢 他是共軍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 副總指揮何衛東 他說呢 這一次的軍演總共有四大目的 第一的話呢 是軍機跟軍艦壓迫連接界線 第二的話呢 是要徵海空跟電子權的控制戰場 第三的話呢 是模擬攻擊台海以及外國目標 包括了漁船 商船 還有貨船的攔檢執法 第四的話呢 是要取得島鏈以西的軍事主導權 換言之呢 大陸很希望能夠把島鏈以西 當成了是大陸的內水 好 這一次共軍的圍台軍演 在兩天期間呢 解放軍總共出動了111架4的戰機 當中包括了像是殲16跟 殲20這一類先進的機種 今天更是再度加碼釋出 大陸海警船持步槍 模擬在台海登艇藍茶的畫面 持續製造不安氛圍 大陸海警模擬藍茶台灣艦艇 停上官兵還持步槍逼近 市警一位不言可遇 如今央視更再度不狂海警船 抵近我北部門戶彭嘉宇 而我海巡一彈艦也迅速抵近 盤點海上戰力兩天野席中 解放軍出動054A型飛彈護衛艦 052D型飛彈驅逐艦一共46艘次 我軍雖沒公布數字 但據了解包括陀江艦在內 成功濟洋 康定 濟德級等一級艦 估計27艘左右 統統在海上待命 抵近24海里的時候 我們的艦艇是在多快的速度 能夠迅速的出港 然後直接的到達現場 進行併航監控 那個這是解放軍 很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 但除了海上不斷施加壓力 解放軍機也平床我空域 危機兩天的軍演裡 解放軍以蘇凱30轟6空警500為主力 出動111架次軍機 其中據先進電戰能力的殲16D 第五代逆中戰機殲20也參與 而我方雖在等待升級 依舊出場F16V換向2000 IDF升空 應對 架次不明 另外雷霆2000多廣火箭發射車 熊二熊三反艦導彈車 也就機動陣地 在看不到地方迅速應處 讓解放軍不敢輕一躍 雷遲一步 而中國大陸目前持續的壯大兵力 尤其是在這個月月初福建號航空母艦 完成了第一次的海上測試 頓位直逼美軍的米尼茲級艦航艦 也具備了世界唯二電磁彈射能力 而且學者預估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福建號將在2028年形成完全戰力 而且將進一步組織航艦戰鬥群 在汪洋上平穩航行 大角度右轉後的水面航機也乾淨俐落 中共海軍東東三型航艦福建號 在5月初按進度完成海上測試 官方也使出了最大力道 反覆宣揚成果 事實上 投一回出海 能驗證有限 山東艦在做的時候 他第一次海試 大概就三到四天而已 那這次他搞到九天 但是他八天他就結束就回來了 但是這次可能頓位稍微大一點 一個是要找出問題來修改 另外一個就是要找 未來可以寫出他相關的操作手冊 既定之類的 所以他會經過很多次的一個海試 但是這次我們看到 純粹就是船出去跑一下 因為他的艦載機等等都還沒有上去 中午大陸官媒事後也指出 這一趟只測試了航速操作等基本性能 以及動力運作跟電力系統 但從外觀來看 除了空蕩蕩的飛行甲板 更顯得福建艦頓位龐大 其餘的設備細節仍在深水區 它的四面的這個向位陣列的天線 其實它的角度 眼影鏡跟山東艦不太一樣 它的更偏向就是船旋兩側 這個也就是因應未來 可能所遭受到飽和攻擊的時候 因為無論是攻船飛彈 或者是現在可能面對的無人機 都是從左右旋攻擊的可能性 那它在船手的前方兩側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有光電的徵收系統 實際的目的可能是因應 跨界直無人機的攻擊 設計上看似對未來的戰爭景況 有著更多考量 使得國際之間格外細舊 福建艦的能耐 像是8萬公噸排水量 世界上只遜於美軍的核動力航艦 也遠超過解放軍既有的山東艦6.6萬噸 和遼寧艦的6萬噸 美國智庫CSIS更預估 福建艦艦載機的數量將達到60架 加上電磁彈射如果到位 兵力投送能力將跳躍性突破 就像是055的萬噸驅逐艦 它在2017年下水 2020年成軍 可是它的實際噸位 1萬3千噸 我們是到今年2024年的時候 它的央視才實際宣布這個數字 那對於福建艦也同樣是如此 人事莫測高深 那如果順利的話 就是2025或是2026會納入到海軍的系列 那我納到海軍以後 我開始要去發展訓練我的人 然後再來跟其他艦隊做編隊再訓練 可能還要兩到三年 所以這樣加起來 就像2026成立 那能夠變成是真正有戰力的 像是山東艦這樣子 可以到處帶著編隊跑 可能就是要到2028左右 開工沒有回頭艦 福建艦入列服役到形成全戰力 只是時間問題 也將讓解放軍成為亞洲 率先擁有三艘航艦的優勢武力 現在也在大連海市的遼寧艦的話 它其實已經改得更像山東艦 那我們可預知的未來 也就是大概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山東艦也要進行入屋級的 那個場級維修的話 它會改得更像福建艦 因為解放軍它實際上 它對於第一島鏈 甚至第二島鏈的掌握 甚至還有印度洋的掌握 它需要兩艘以上的航空母艦 為了國家拓展海圈 而打造的龐然大物 主要用途是為了遠洋部署 或是阻止美國和盟邦 大兵力介入區域爭端 特別是福建艦 一大目標是搭載逆宗艦載機 也讓今年4月 日本把加賀號護衛艦航艦化改裝 看似更像中共軍力擴張的 外移效應 情勢持續緊繃 大國強軍洞見觀瞻 兩區域內的每一份子 不得不料笛從寬 好至於是烏俄戰爭 雙方在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近距離的交火 烏軍調派重兵 而且靠著1972年 製造的古董炮 重新奪回了戰場控制權 而這裡距離俄羅斯邊境 只有不到10公里 但是未來烏克蘭的軍母問題 依舊是一個棘手的狀況 剛剛被摧毀不久的坦克 還停在路邊 暗示這裡有多危險 法國記者挺進烏克蘭 哈爾科夫北部的基站區 距離俄羅斯不到10公里 烏軍的部隊隨時警戒 就等獵物上門 位裝的掩體中 藏著一輛烏軍的T-64坦克 緊盯著前線 烏軍說別小看老古董 至少他用的是烏軍手上 還有的122毫米口徑彈藥 不是烏軍不用西方武器 而是已經沒有相對應的 155毫米炮彈 美國援助的炮彈 還沒有交付完畢 讓烏軍的防禦能力大打折扣 還好美國最大的軍火商 通用動力公司 位於賓州的一間工廠 正全速運轉 每個月生產3.6萬枚炮彈 通用動力還預計 擴產到10萬枚炮彈 支應烏克蘭的需求 現在問題還有美國給的炮彈 或是長程武器都有限制 不能拿來攻擊俄羅斯本土 越來越多專家呼籲 美國應該跟進英國 放寬武器的使用限制 別讓烏軍再吃虧 還好俄軍在哈爾科夫的推進速度 似有緩和 佐倫斯基與前線的烏軍 也稍稍能夠鬆一口氣 那都已經打了兩年多 烏爾雙方有機會再坐下來談談嗎 最近有消息指出說普京有意在承認目前戰線的這個前提之下 談判停火 也就是說烏克蘭必須讓出目前被俄軍占領的百分之十八的國土 而目前俄軍也持續向哈爾科夫推進 外媒也分析說普京的算盤打得很精 儘管普京聲稱目前沒有佔領哈爾科夫的計畫 但是這裡的戰鬥卻越打越激烈 俄軍在東北方的沃爾昌斯克攻勢淋漓 美國之音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儘管局勢並不穩定 但是還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防守部隊使用無人機 配合情報總局特戰單位的突襲 擋住俄軍的進攻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則反酸 烏克蘭總參謀部只會報喜不報憂 就連哈爾科夫州州長甘切夫都承認 沃爾昌斯克的北面已經被俄軍控制 先頭部隊更進入了市區 兩軍在中央議院展開激烈巷戰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 主攻單位在無人機和密集火力的掩護下 壓制住俄軍炮兵的反擊 迫使第一線防守部隊撤出據點 退回到城區內抵擋俄軍攻勢 前線回傳的消息指出 俄軍已經佔領了沃爾恰河北岸 多數烏軍轉移到河的南岸構築攻勢 部分單位佔據中央議院的制高點 阻擋俄軍推進 為了突破烏克蘭的防線 俄軍已經組成多支突擊隊 嘗試打開一道缺口掃蕩 烏軍殘部 以便全面控制佔領區 據稱有部分俄軍部隊 已經突破沃爾恰河的沿岸防線 進入到烏軍束手的南部區域 沃爾昌斯克戰況激烈 城北失守已經成為定局 不過烏克蘭的增援部隊陸續抵達 對俄軍向城南推進的行動來說 勢必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阻礙 不過俄軍北方集群發言人 寄兵司機對外表示 儘管烏軍多支預備隊合計發起了十波反攻 卻難以突破俄軍的嚴密防守 烏軍甚至為此付出慘重損失 俄方更公布一段影片宣稱 烏克蘭不但損失了一輛瑞典製的 弓箭手輪行自走炮車 還有好幾門西方援助的火炮 以及多輛戰鬥裝甲車 粗估約有近兩百名官兵傷亡 雖然烏克蘭總參謀部並未發表任何聲明 但是在此地戰鬥的烏克蘭官兵 則證實了俄軍的確擁有 非常多元的攻防手段 還有無� summit ledcómo 散 &輪船 非常多 小hes的 threats 一打 nuts 十五五 これ über十六 tan 大抽 misin 責任 責任 大呼吸 他們 authority 和 KAP 武器 T Europeans 鞭や 總共擾 這將落 二 乌克蘭時間5月18日 是新動員法生效的日子 法令規定25歲到60歲的 乌克蘭公民都要接手動員 而且泽倫斯基還簽署了 兩項法案 就是同意受刑人參軍 以及加重對逃避兵役者的處罰 表面上來看 前線部隊缺乏兵員補充的問題 有望因為新法的實施得到解決 然而從民眾的反應 和入營人數來看 情況似乎不如預期 有些中小企業負責人表示 這項法令對他們影響很大 一旦技術成熟的員工被徵召入伍 龐大的空缺很難在短時間內補齊 企業生產和營運會面臨困難 最糟的情況就是宣布倒閉 形成另外一種社會問題 至於新兵訓練中心的情況 也有落差 新訓教官指出 過去接兵的時候 大部分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不過現在入伍的新兵 多是30歲以上的中壯年男性 尤其允許受刑人服役 也為部隊帶來額外的管理問題 比方說要評估他們能不能適應訓練 有沒有情緒失控的可能 會不會違抗軍紀軍令 導致部隊無法遂行任務等等 這些潛在的風險 並不能在短期內就看出蛛絲馬跡 畢竟部隊中有很多軍備槍械 是用來對抗敵人的工具 而不是拿來面對自己人的兇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內容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